财政部昨天宣布撤销国家基建公司主席拿督斯里达祖丁的职务 为他早前引发的失态争议紧急灭火 不过行动党和竞选盟都认为 要达到制度改革应该马上隔除所有在关联公司担任主席或董事的政治人物 防止贪腐、遏止歪风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宁今天报文告指出 达祖丁遭到隔职只是偶然发生的临时解雇 根本不会带来制度改革 但他也认为为了换取政治支持 国盟政府估计不会轻易革除政治人物的关起职务 竞选门2点林则认为 如果不落实制度改革 类似打阻定的事件依然会重演 唯有停止委任国州议员担任关起高职 制定关联公司法令才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权益